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 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魏老师给大家讲故事 接着呢 今天继续来讲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第九章 就上一章咱们讲过 毛主席领导这个中央速区的红军 打了第一个大胜长 就是第一次反围剿 上节讲到咱们第一次反围剿 抓了国民党的前帝总指挥张辉赞 而且呢 就是在人民公省中处死了张辉赞 那么这样子一来呢 蒋介石怎么说 为了给张辉赞报仇这是第一 第二呢就是动用了更大的兵力 让军政部长何彦卿率领20万部队 发动了第二次围剿 就是在三一年的二月开始 做第二次围剿 那么这次围剿跟上次的不同的是 上次靠的是什么 江西地方军阀 主要是靠的是江西省主席鲁迪平的部队 那么这次除了有什么呢 有江西地方部队之外 还有哪呢 还有就是国民党的中央军 这就是第六路军朱绍良部 还有呢就是第十九路军 蔡廷凯布 蔡廷凯布呢虽然怎么说 不是中央军嫡系 但是他的战斗力是非常强的 他是越军的一个主力 那么还有北方来的第五路军 王金玉的部队 那么当时针对这个敌人这个20万的部队 来包围中央苏区 那么我中央苏区赢敌的 照样就是第一跟第三军团 总共加起来不到四万人 那么到底应该怎么样打这一仗呢 就是说第二次反围剿的这个状况 跟第一次有所不同 就到第二次反围剿的时候呢 我中央苏区重新建立了什么呢 中阁军委 当时呢选举的是谁 项英任中阁军委总书记 那就是说当时项英成为中央苏区的一把手 其实选举的是谁呢 曾恩来总理 但是曾恩来当时在上海的中央 所以呢他没有时间来到这个中央苏区 所以呢选举了项英委 中央军委的总书记 这样子一来的话 那么诸德总司令还是什么呢 一方面军的总司令 但是呢由于什么 由于项英他不懂军事 所以呢这次的第二次反围剿 主要还是由毛主席来指挥 那么这样子一来的话 毛主席还是运用什么呢 运动这样的方针 就是在运动中歼灭敌人 那么这一次蒋介石也吸取了教训 第一次反围剿 蒋介石应用的是什么 长驱植入的战术 就是说他们比较小看红军 没有重视红军的这个战斗力 所以呢猛打猛冲 那么第二次围剿中央苏区呢 他们吃了上一次的亏 这次运用的这个战术呢 是稳扎稳打 对 部队多了 反而是小心翼翼的推进 那么这时候 中俄军委的这个战斗的这个思路是怎样子 首先林彪提出来要打一大仗 怎么样呢 建议是先打蔡廷凯的部队 那么彭德怀总司令呢 他的想法是先打几个小仗 那么用林彪的话来说 先消灭了强敌 打得一拳开 省得百拳来 那么彭德怀总司令的意思呢 先游击 先打小谷部队 逐步逐步把小谷部队全部吃掉之后呢 那么使得敌我的这个兵力对比有所变化 那么毛主席提出的方针是什么 先打第五陆军 王金玉的部队 毛主席的理由是什么 就是说如果打朱少良的部队 或者蔡廷凯的部队 朱少良是中央军战斗力最强 那么蔡廷凯的呢 是越军 越军主力 这两边的势力都非常强大 那么如果打得赢 先打朱少良或者是蔡廷凯的话 打得赢则好 一局 那么就是第二次反围角胜利 但如果打不赢的话 那么这个中央速区就面临很大的威胁 所以呢 就否决掉了林彪的建议 再者呢 就是彭特怀总司令的建议呢 先打这个小规模的部队 但是呢 同样有个问题 那么你打小规模的部队的话 我中央红军也会造成损失 那么形成了什么呢 消耗战 所以也没有用这个彭特怀总司令的想法 毛主席建议先打第五 国民党第五陆军 王金玉的部队为什么 第一 王金玉的部队是刚刚从北方调过来 穿的是什么 穿的很厚 大棉袄 而且呢 是穿的什么大皮靴 他们这个第一是 北方过来 刚到南方 不太适合南方的这种商地作战 再个穿的比较臃肿 行军速度慢 这是第一 第二呢 就是说 第五陆军啊 他不是中央底细 战斗力呢 是不上不下 那么打第五陆军有个好处 就是如果一旦消灭了第五陆军 那么弱小的敌人自然不敢轻举望东 那么比第五陆军强大的 比如像朱少良 或者是蔡廷凯的部队 觉得第五陆军的这个实力 也是非常可以的 如果我中央红军消灭了他们 那么这两股的敌人呢 也不敢轻举望动 那么对于我军来说的话 消灭第五陆军的话 他不大不小 刚好可以保证能呢 吃掉这个部队 所以呢 这个也是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 当然是也是运用了 毛主席的这个作战思路 具体的战术啊 就是这样子 那么作战的过程就不用说了 当然是取得了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 那么这样子一来 那么我中央苏区就得到了什么 进一步的巩固 这个呢 就是第二次反围剿的一个胜利 那么咱们下一节呢 来讲一下第三次反围剿 好 今天就到这里 我先不见识很惨 好 可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